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加上甜腻的独特娃娃音 简直就是仙女本人 虽然长着少女脸 可林志玲的身材却一点也不少女 前凸后翘 玲珑有致 腰又细 腿又长 即使是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里面 也是非常能打 一直以来 林志玲的感情生活和婚姻大事就让无数粉丝操心不已 毕竟这么好的白菜 不知道要便宜了哪个男人去 林志玲和严成旭感情纠缠多年 分分合合合合合分分 所有人都以为两人最终会上演一场兜兜转转 还是你的世纪大复合 没想到在2019年 林志玲突然与日本男团 放浪兄弟成员黑泽良平闪婚 叫人震惊不已 在此之前 林志玲没有透露过自己打算与黑泽良平结婚的消息 谁知一公开就是一个重磅炸弹 网友们在唏嘘林志玲与严成旭纠缠缠多年还是分手收藏的同时 也为林志玲找到自己的真爱而开心 现年46岁的林志玲已经不再年少 能有一个男人给她一个坚实有力的肩膀和温暖的家 对粉丝来说 自然是喜闻乐见的一件事 林志玲自从嫁给黑泽良平后 似乎将重心都放在了家庭上 很少出来营业 这波爱夫心切的林志玲在回到中国不久后又再次赶往日本 与老公黑泽良平一起跨年 简直不要太甜 而黑泽良平日前也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一张抱着狗狗微笑的老婆视角照片 戴着眼镜气质不俗 笑容也非常温柔 不愧是志玲姐姐认准的姐夫 看来林志玲和黑泽良平在日本生活的相当滋润 不过日本的疫情问题还是让粉丝有些担心 不知道林志玲在日本能否保护好自己 此前黑泽良平的失地佐藤大树确诊 黑泽良平的整个团队都接受了核酸检测 可如今又有人确诊了 据日媒1月7号报道 黑泽良平的16人失地团The Rampage from Acceltrap中 目前一共有三位成员确诊 分别是阎谷祥吾 五支海青和陵木昂秀 并且这三人都是无症状感染者 并没有发烧或者是其他症状 在经过检测后才得知自己已经感染 而放浪兄弟旗下一人众多 不知会不会引起偶像群体感染 让人有些担心 放浪兄弟的成员大都是群体活动 并且经常在一起练习和演出 虽然公司现在已经成立了防疫小组 但是这样大规模平凡的群体接触 想要找到感染源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好在其他成员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且都被列为非密切接触者 不需要隔离 会继续出席后面的活动 林志玲才回日本不久 老公团队里就有三位失地确诊 粉丝们不由地担心起林志玲的安危 希望志玲姐姐在日本一定要多加注意 有人说男人如果想事业成功 必须早早结婚 女人在背后支持她 将所有的衣食住行都为她安排妥当 这样一来男人便没有后顾之忧 才能更好的奋斗 相反的 女人如果想事业成功 却不能早早结婚 结婚或许能给女人带来一定的安定感 更多的是柴米油盐的琐碎和抚育子女的艰辛 甚至还会失去很多社会给予未婚女性的发展空间 不过还是有很多女人前赴后继的奔赴为成 连国民女神林志玲也不例外 自从林志玲嫁给黑泽良平后 她祈福的动态都被网友疯狂抨击 女神为了一个日本男人丢失了在中国大部分粉丝的喜爱 在很多人看来这一举动是很不明智的 那么从林志玲的角度看 她为什么要嫁给一个日本人呢 首先受成长环境和性格的影响 林志玲从小在宝岛台湾长大 最初接受的教育也是来自于那里 所以她的喜好和普通的宝岛人类相似 都深受历史环境的影响 由于历史的原因 早年有很多宝岛人爱穿和服 爱吃日料 常注榻榻米 而且那时候很多当地流行歌曲中 都有日本生活场景的重现 从衣食住行到文学艺术的浸染 只得有漂泊感又爱诗意的宝岛人 对日本产生了很深的亲切感 林志玲的家在台北 受当地的气候影响 台北人的性格有些令人难以琢磨 犹如附近的日月谈名字一样 冷热不均 阴晴不定 他们的行事风格是 个人做好各自的事 尽量不去麻烦别人 小时候的林志玲一直很害羞 可她的内心里却很执拗 即便她做错事也不想承认 只是在那里坚持自己的主意 一直不说话 林志玲很像是一块 花生夹心的巧克力糖 外面的柔情看了很让人心疼 内在的刚强却令人望而却步 林志玲初中毕业后 到加拿大开始留学生活 这一段时光塑造出 她独立勇敢的性格 遇到各种委屈事 她都会站出来维护自己 不过等到30岁时 林志玲一夜爆火后 她的倔强真我又被她包装起来了 她认为在娱乐圈 只有不倔强才能拥有快乐的感觉 林爸爸看到女儿为了照顾他人的感受 而委屈自己 便直言一定不能将女儿 嫁给宝岛本地人 因为当地的男人太胆小了 林志玲需要一个有担当 无惧流言蜚语的勇敢男人 来好好爱护 第二 45家女性的中年危机 林志玲出嫁时刚好45岁 这个年龄对男人来说 或许是一个令人振奋人心的阶段 对女人来说却恰恰相反 无论你信与不信 45家女人的中年危机就在那里 只增不减 从表面上来看 近年的中年女性地位在不断提高 各种宣扬女性独立的影视剧 都成了年度的热门 可是 现实中的大部分中年女性 都挣扎在医美广告之中 她们清醒地认识到 并不是穿着廉价衣衫 满身都是肥胖纹的中年女人 才能迎来美好的时代 而是有颜有钱的中年女人 才能够乘风破浪 美如林志玲的中年女性 虽然拥有乘风破浪的资本 可是岁月还是在一点点流逝 林志玲的青春逐渐逝去 她维护美貌的成本在逐年增加 她在事业上的资源却在慢慢减少 很多资本大咖都纷纷将资源 转移到更年轻的女孩子身上 都是年龄惹的祸 林志玲在圈内的这些年 她的自我价值一直不被承认 始终被认为是一个花瓶 同性对她的嗲怀有敌意 杨岚还问过林志玲 这嗲是不是装出来的 林志玲可以对所有不怀好意的言论 都温柔一笑 可她对年龄办不到 她或许知道自己的事业巅峰阶段 已经过去了 因为每个明星的舞台光环 都不会太长久 林志玲是清醒的 她明白在中年危机来临之前 让自己嫁出去是最明智的 明星的光环她已经享受的足够 接下来她要做一位好太太 恰巧黑泽良平是那个 一直守护在她身边的良人 黑泽良平身材魁梧 气宇轩昂 动起来像是一只皎洁的豹子 不动时又格外的潇洒文雅 最关键的是 黑泽良平的温情陪伴打动了林志玲 她愿意一整夜不挂电话 听林志玲的心声 终于赢得美人心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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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